今天新聞一開始 我們要來關注的是 台中有一位爸爸 他騎著機車 要載兩個孩子來上學 沒有想到這個爸爸竟然 違規逆向 騎在對向的車道上 結果就被另外一輛 也是違規迴轉的休旅車 直接給撞飛 其中一個孩子 就摔在馬路中間 相當危險 還好有熱情的民眾協助 跟這個爸爸一起 把受傷的孩子抱到路邊 緊急送到醫院之後 還好沒有答案 一台白色黃牌機車 跨越雙黃線逆向行駛 自在對向車道 騎車的是一位爸爸 載著兩個小孩 突然一輛收旅車 違規迴轉 將機車撞飛 爸爸跟兩個孩子摔出 機車在地上翻滾了 好幾圈 其中一個孩子跌坐在路中間 嚇了路人 趕快上前幫忙 爸爸跟路人合力將兩個孩子一起抱到路旁 紛紛拿起障礙物 擋住車潮 避免發生二次車禍 事發地點在南屯區的中永路上 爸爸趕著再兩個孩子去上學 違規逆向 又遇上也違規跨越雙黃線迴轉的車輛 兩車撞一起 導致爸爸跟小孩都噴飛 還好警惕送 以後沒有大礙 一車迴轉位於規定 儲新台幣600至1800元花環 二車位於規定食物的車道 儲新台幣600至1800元花環 警方調查 全的雙方都有違規當場 開除法單 而騎車的爸爸除了候補座 在一個孩子 另一個則是直接站在腳踏板上 都是讓小孩陷於危險之中 歡迎由林申 張志堅台中報導